專業務工 我們的專業是來自於我們要教導學生 這些安全的操作方式 或者是我們的課程進度 而不是我們要去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任務型的 不要用自己的手跟他太往下 我大概七八年前吧 忘記了是104年105年的時候 應該是103 我有在部長工作過 那個廠房裡面沒有一個人的手是十根的 然後因為我們去比較菜嘛 我們就會問說那師傅請問一下 如果要做板凳 你們會先從哪一邊開始鋸 或先用哪一台機台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比畫人 有的比六人 有一個只有這樣子的 所以他只有四根是完全完整的 剩下的中間是這樣子 有的是沒有大門子 有的是沒有中子 或者是沒有這樣子 永遠都會鋸鋸鋸的 然後你就看著他就說 你就這樣子如國球 我就一直眼睛就會瞄著看 就這樣過過去 我會不會就跟你一樣就掉了臉 所以我講這個不是要約於師父 而是要說如果當你今天不小心 比如說我張國欣手指是掉了一截 然後我再跟你們講機器的安全操作 請問你們會不會打一個問號 阿剛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你的手應該就不會 對啊比如說我是這樣子嘛 掉了一段 然後你們就這樣子路過去就好了 可是我的手掉一段 你們其實你要講沒有人願意受傷 可是這個受傷會影響到之後你的教學專業 就好像那個師父在跟我講 其實我也很怕 他講的到底是不是對的 因為有可能就會類似於他的態度不好 他就跟我說這樣路過去就好 阿如果我路過去 我也跟你一樣 那我們就 對啊我就變很累了 所以一定要讓自己是在精神狀況比較好 而且是絕對安全的狀態之下 才去做這個 做這個危險的動作 不然讓你觀念再好 功能用 觀念再好 你一個謊神 還是你想安全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就有點類似 你開車載導你要預防別人 來做預防駕駛的概念 我們除了有安全的觀念之外 我們要預防危險 預防危險 再來你的衣服 會不會太關鬆 有沒有 袖子要 袖子長袖 或者要破的要捲起來的 或者是要綁起來的 那或者頭髮要綁紮的 這一些有沒有項鍊會 會叮叮咚咚的 鏈條 這些都會 讓我們 陷入危險之中 你單被機器捲到了 好像那條魚有沒有 好像就是那條魚就被拉過去了 輕者是 鏈子或者是 袖子或頭髮斷掉 不過頭髮通常不會斷掉 是頭髮會被扯下來 或者是瞬間就被鬼剃頭 有人就這樣快 就出來腿捏頭髮就順便被捲進去 那嚴重的可能就是 連剝皮 就是會被剝弱 當然正常 那要很大一坨 還有 YouTuber其實都可以搜尋到 各種公安事件 衣服捲進去 人就跟著被捲進去 一個手臂不見了 甚至人就 來不及救回來的也有 那再來 先從自己開始 才來開始檢查機器 你們要把自己做好了 我今天要抽出這台機器 我要講給這台機器 我一定要先把自己顧好 我才能講這一台 不然我 好像酒醉一樣 同學剛過了 隨著 隨著 我都不曉得要講什麼 你們其實也會很錯 甚至可能會造成危險 所以這時候我們才來檢查跟校正機器 刀具有沒有鋒利 摸起來會不OK 上面有沒有過多的膠油 或者是甚至哪一塊不要的材料 同樣的材質 可是不懂的材料 來鋸看看 鋸起來 會不OK 如果燉掉了 那我們就把它替換掉 再來鋸出來 我們想要是90度的 可是 不是 那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調整跟歸零 看一下這台 這樣 左右的檯面就不一樣 插頭拔掉了 來 給老師們看一下 我看到嗎 我看到 左邊有一個很大的縫嗎 左邊有一個很大的縫 有有有有 我應該把這個托起來 我就不拉 來 一二 來 有有有 縫隙 左邊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縫 那這個縫可能 如果從我的觀察 應該是之前有 有些許的不大使用 你看它螺絲是緊的 很像不大使用 不是故意的 是無心的 拿來鋸東西的時候 這種的產生可能就是 如果我今天在使用材料 在鋸的時候 我材料就沒有緊靠它 通常 然後我就鋸下去了 因為它是往後 所以它瞬間會把它蹦一下 就會去撞它 因為它的螺絲只有在這裡 所以這邊是受力幣 雖然它施力幣跟 就是施力幣抗力幣都在同一邊 它比較長 它施力幣比它的抗力幣長 所以它就會去撞它 撞它久了 就變得有點像這樣子 內號 雖然它是鋁柱再去洗的 可是因為是鋁柱比較不堪 撞擊 而且這邊 這個沒有 有的還會斷掉 那可以修復了 還是行原廠 這個有些就要找原廠了 要講也是可以 有些機器要看它的設計 有些是可以用 比如說電片之類的 去調整它的角度 或者是深度 就是看各家機器跟廠牌 不過因為過去它都是做直面式的 我剛講的是要垂直的 所以它螺絲鬆掉之後 你可以去調整它的 因為它是L型 那L型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子去調整它 可是因為它是平面式 所以它已經擋住它了 所以就比較不好去做調整 所以通常就要請廠商協助處理 或者是